好,农田水利会升格之后呢,全力推动扩大喷灌区的服务 那么润雪香除了五鹤喷灌区专案执行之外呢 另外今年也将复兴兴纳入了扩大灌区服务推动的计划当中 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农水署与规划顾问公司特别到场办理推动的说明会 不仅是水源头的调查,喷灌设施用地取得的问题 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润雪香复兴村纳入今年度农水署花莲管理处扩大灌区服务推动计划区之一 也使得这一场花莲南区扩大灌区服务推动说明会 地方所会乡亲农民踊跃参加专注聆听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应该大家都是希望使用重力农水 那个动力抽水的部分,那个是逼不得已 在简报说明中,针对了复兴村潜在灌溉问题 农水署与规划顾问公司初步规划水源 喷灌设施以及农水路的建制来解决 不好意思,我会很牵润,现在大家谈的都是那个大的蓄水池 对对对对 那先有大家调查一下那个有要做,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微信的概念嘛 那再来我们这个新泉菌,这个二支县的地方 刚刚我们博士有讲到,它可以来到我们大概村庄后面的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说,这个水库,蓄的水使用在这个地方 那新泉菌过来的这个水库,用的水使用在后面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两个地方都解决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比较低,不用到这个地方来 在这个地方有人用的话,有人愿意提供它过去也是一个方式 但除了是调查水源,喷灌设施用地取得 嫌疑员林玉芬与道场的所会首长代表 皆认为首要解决的难题 很多蓄水池的补助啊 农田水利会,花莲县政府,水保局都有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设,就是因为没有水源嘛 所以这次是很好的机会 教授进来就是帮我们找水源 也要用地,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的,要赶快跟他们来沟通说你愿意 然后让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供水系统 要不然你没有大家一起这样子来和谐,团结合作 其实这个计划也会走得比较,会比较长久远 如果你愿意提供土地,有地可以提供 那他们很快可以拿到水 然后排,就是把那个整个排水系统 就是阶水系统的这个系统整个会不会画出来 我想这样的会是比较快 韩山脉山滴水短,地处山脚下的步兴村 灌溉用水本就不足 近几年更饱受旱灾所苦 也因此对于纳入农水鼠 扩大灌区服务计划中来改善 多数农民都高度支持 也乐于配合提供喷灌设施用地 有了农民的力挺共同合作 解决喷灌设施用地的问题 农水鼠推动复兴村扩大灌区服务计划 似乎也吃了定心丸 获得在地农民的共识 省省大增 记者是玉兰瑞瑟菜坊报导 本期视频正在地农均店 包用作为联住 词